看到别人的困苦而心生同情是人之常情 可是如果只有同情心却没有同理心 那对于身处苦境的人来说是没什么帮助的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同情心的本质倾向于认知能力 就是说能知道别人处在痛苦当中 但在情感上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理心就不一样了 它包括了情感的代入 就是说能真正体会到对方的感受 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认识他的心理和情感 有的人心地善良 但不明白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区别 当看到朋友生气难过的时候 总是急不可待地帮助对方想办法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两句话就能让事情变得更好 你所想到的各种办法在对方看来更像是一种质疑 真正能让事情变好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圣经只用一句话就把同理心解释得明明白白 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这样的同理心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建立起来 成为大家相知相交的桥梁 也许你没有能力真正为他人解决什么难题 但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更加紧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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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